我现在在家就跟她第二个妈一样 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她太脆冒求疵了 我怎么做她都不满意 她大的小小的事情都要问别人意见 没有一点主见 我针求这样的意见难道有错吗 她自己就是一个巨婴 还一直跟我说要孩子 我怎么敢跟她生孩子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29岁来自重庆 销售 女嘉宾王女士28岁来自四十年 四川售货员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结婚一年半了 说婚前是个大男人是吧 婚后是个大巨婴是吧 对 就结婚前吧 她对我特别照顾 然后特别体贴 就那时候我们住在成都 就住的是那种老小区嘛 上班吧 就特别累 下班以后我就不想哈喽 然后就让她背我 她就每次都背我 七楼啊 然后我问她累不累 七楼 她也说不累 每次肚子疼的时候 她也是特别紧张 然后就给我找药啊 找红糖水啊 然后一不停地揉肚子 我就觉得她对我很好 特别体贴 特别关心我 所以就要嫁给她是吧 对 谈了多久结的婚啊 谈了两年多 谁提出的结婚呢 我提的 因为开开心心的结了婚了嘛 对吧 咱主要说婚后吧 什么样的冲突和矛盾 怎么就变成一个什么宝宝了呢 结了婚以后吧 我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之前婚前的那样嘛 她就是那种一点都不成熟 然后没有责任心 没有上进心 然后还特别没有组件 然后对我也不关心了 哇 这个结婚 怎么就把一个人就变成这样了 我就是错了 我就特别后悔 然后经常因为一些小事 争吵不断 而且每次吵架吧 她都会可以把我说得哑口无言 就她说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你说说具体的好不好 就先说她自己的那个生活 她都不能自理 就之前让她帮忙洗碗嘛 她就把那个锅啊 碗啊 直接放在那个罩台上面写 那罩台是生活的地方啊 你怎么能洗碗啊 然后跟她说她也不听 当我收拾的时候 我每次都是这样 当我收拾完了之后 我也会把招台这些处理好的 那那个水泡不到处的水 如果说她收拾好了 我还会说吗 她每次都是这样的 行 而且她从来都不会 洗碗洗得不合规 是吧 她从来都不会主动做家务 然后我就是有点洁癖的那种嘛 但是她都是那种 你不做就算了吧 那你应该追求我的脑洞成果呀 她经常一回家嘛 然后就那个鞋子 也不放在那个鞋架上面 那个地就到处都是离了 我那个温室也白做了 衣服啊 东西啊 什么都往那个沙发上扔 然后那个沙发上都没办法做了 这个让你觉得 她不尊重你的劳动成果是吧 对 本来她就不主动做家务啊 我做了你就应该珍惜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啊 而且她连洗头洗澡这些事情啊 都要我每天去催她 有时候上班很累的 两天或者像冬天的时候两天 甚至有时候可能三天 洗洗澡我觉得没有问题 上班这么累 每天晚上回来吃完饭 洗漱了就根本想休息 有时候都根本不想动 这不叫不能自理吧 就是需要你督促嘛 这姑娘这事儿我觉得真不大啊 而且她对我吧也不关心 经常朋友缺吧 我发的动态太重要没看见 也不点赞 也不评论 但其他的我们共同的好友嘛 他就是不管人家发什么 他都会点赞评论 而且聊得多远还高中调查 那上班的时候我总可能 随时把手机都拿着刷朋友圈吧 我总得工作啊 休息时间 能为什么好友发你就点 那刚好碰上了 我有什么办法那个 就是你 对不起